另外一则一文消息是明华元再度登上国家戏剧院 而这一次推出的新作品是曹国舅 它同时也是明华元八仙传奇系列的最后一部 三代团圆难得同台标系 场面盛大 八仙的曹国舅与何仙姑一场情色和民的斗法桥段 搭配着刚柔并进的武艺 华丽的造型与变化万青的灯光效果 营造虚幻的仙界情境 明华元的全新作品八仙传奇系列曹国舅 首度采用3D电脑动画技术 企图突破传统戏曲的视觉体验 何仙姑跟曹宇两个在互相动画 那在这个时候我想说 你要呈现音乐的这一部分 在画面上 在观点上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应该在画面上面 我们是尝试用3D画面去呈现说 事实变化花开花瀉 自从1987年明华元推出八仙传奇系列 李铁拐后经历23年 第八仙曹国舅终于登场 但不同以往强调大排场 这出戏着重于主角内心的善恶交错 饰演曹国舅的孙翠凤 首度挑战正反两派角色 要来颠覆观众的影响 导演希望我演好人的时候要非常的好 让大家都很喜欢传统戏曲的反串小声 可是当我使坏的时候 他希望我那个坏要坏到魔鬼上身 然后要坏到让观众忽然的惊讶 亏为三年明华元再度登上国家剧院 不断加入了传统戏曲少见的排骨来伴奏 音乐上也首度与多声部的重唱方式 来表演歌载 同时团内的老中青三代演员 也难得同台标戏 就希望让八仙传奇画下完美结局 接下来 陈伯玉台报道